超市总免不了去找零 一天当中有很多机会接触这个硬币 可能您还不知道 在收藏市场有一种一块钱的硬币 已经被炒到了上千元 到底是什么硬币这么值钱呢 周先生是一个前辟收藏爱好者 每个周末都要到南京朝廷宫古外市场转转 听说2000年发起的牡丹图案的一元硬币 身价已经飙升至1000多块钱 他也想到市场上了解一下这个消息是否可靠 无意当中算是最激烈的 当时还知道这个会议会升级 真不知道 没想到 周先生家里的那套2000年硬币套装饰 10年前买的只花了60块钱 现在这套硬币到底能值多少钱呢 2000年出来的时候这个钱是卖40块钱 现在已经卖了2700一套 那么一个当美了 这个一块当美了应该就是1000块的价格 从事了20多年钱币经营的陈女士告诉记者 一元硬币是中国人民银行1992年起开始发行的 正面以一元字样及牡丹花为主图 背面国徽为主景 下方印有铸造年号 1999年新版的菊花图案的一元硬币开始流通后 老板的牡丹币银行一般只进不出 市面上逐渐减少 2000年发行的一元牡丹图案硬币身价倍增被称为币中之王 所谓关门币就是往后的硬币不再会有这个版本了 目前在收藏市场上 从1990年以来除了2000年发行的一元硬币是关门币外 1992年发行的一分硬币也是关门币 该版分币售价也在千元以上 但钱币收藏专家提醒市民 这个币种价位虽然高 但实际上有价无视 建议大家不要追